Google分析4 是我们最新的跟踪代码形式 7月1日起 Universal Analytics 立即迁移到Google Analytics 4 可以帮助您熟悉Google Analytics 4 在本视频中 我们将遵循如何 将您的Google Analytics分析4 转化数据导入Google Ads 并从Universal Analytics切换您的出价 到Google Analytics 4的转化 这与当前正在出价的广告商相关 关于Google Ads中的Universal Analytics转化 并已经开始迁移过程 到Google分析4 请确保您已经设置了资源库 启用网站数据收集 将您的新媒体资源 与您的Google Ads相关联 并设置转化事件 在按照本视频中的步骤操作之前 请先安装Google Analytics 4 更多信息可以在Google Analytics帮助中心找到 以及设置助手和分析界面 创建转化事件后 在您的Google Analytics 4媒体资源中 您可以将转化数据导入Google Ads 使用它们进行报告和竞价 如果您使用经理账户进行转化跟踪 确保在经理账户中导入转化数据 要从Google Analytics 4导入转化 转到您的Google Ads账户 通过工具和设置 导航之转化 接下来选择新转化操作 点击导入 并选择Google Analytics 4属性 单击继续 选择您要导入的每个转化事件 出于报告或优化目的 然后单击导入并继续 在单击完成之前 请记下所有标注 如果您已有Universal Analytics转化 在您的Google Ads账户中 并将它们设置为主要 意思是 它们包含在您的转化列中 您导入的Google Analytics分析 四转化 默认情况下将设置为次要 以防止重复计算两个相似的转换 此设置为您提供了机会 比较转化技术 类似的Universal Analytics 和Google Analytics 4转化 请考虑对转化设置进行任何更改 将对智能出价策略产生影响 因此 了解潜在的差异非常重要 虽然微小的差异是很常见的 在转化和转化价值方面 我们建议遵循帮助中心的建议 如果您之前发现较大差异 您开始对Google Analytics分析 四转化出价 当您准备好从Universal Analytics 出价切换到出价模式时 您将能够使用已正确启动的新工具 在Google Ads界面中 帮助您轻松执行切换 您将在推荐选项卡中看到推荐 导入新的Google Analytics分析 四转化后15天 您还可以访问该工具 通过转换摘要页面 导航至工具和设置 然后是转化 在工具中 转化按照您习惯的账户及目标进行分组 所有转化列显示转化量 并允许您比较 类似的Universal Analytics和Google Analytics 四转化以检查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要开始对Google Analytics分析 四转化进行出价 它们必须设置为主要 除非您配置了广告系列及转化设置 或依赖包含Universal Analytics 转化的自定义目标 该工具还为您提供了额外的试图 关于转换差异 进行最终审查 现在要进行切换 首先检查您的每次转化 并设置所有Universal Analytics转化 接下来更改您想要出价的 Google Analytics分析 四转化 如果您将个别转化操作用于报告目的 但不想把赌注压在它们身上 就把它们留在次要上 您现在可以保存更改 如果您有自定义目标 使用Universal Analytics转化 确保相应的更新它们 您的目标中包含的任何其他转化 可以保持不变 但我们强烈建议重新评估 这些基于您的能力 并适合您的策略 因为Universal Analytics媒体资源将停止 当Universal Analytics停止运行时 处理新的点击 转行后的几天里 您可能会看到轻微的波动 在竞价表现中 我们建议避免大量计账 变化至少7至14天 而智能计费策略 则学习如何调整 详细了解Google Analytics 四合Google Ads的工作原理 共同帮助实现您的目标 请访问Google Ads帮助中心 更多关于外贸建站 谷歌推广 Google SEO Ads信息 欢迎关注 评论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